上影节红毯无休深途一出 黄晓明风评瞬间扭转 游过没丑过是对他最好的夸赞 可曾经被全网骂的黄晓明 是怎么去游成功的 以前网友骂黄晓明游 是因为他演过太多烂剧 尤其是《上古情歌》里的赤云 让他风评跌到了谷底 那邪魅猖狂的眼神 自信满满的态度 都让荧幕前的观众非常不适 在戏外 黄晓明和baby就像是在演一部狗血偶像剧 不管是他对baby说的土味情话 还是婚礼上特意献给baby的热物 都让网友无法理解 大家只看到《上古情歌》里的油腻 却忽略了黄晓明也是有演技的 在同年播出的《狼牙榜2》里 黄晓明扮演的萧萍章刚柔并济 形势稳重 是长陵王府的顶梁柱 最后战死沙场的结局让人泪目 可大众只记得他在《上古情歌》里的表现 全网骂他油腻 以至于黄晓明一度对演戏失去了信心 黄晓明的油来源于自信 来源于他的舒适局 黄晓明油腻却很少有人知道 当初黄晓明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 才会被北电老师破格录取 老师管他叫《漂亮的木头》 从来没有接触过表演的黄晓明 靠着大汉天子一炮而红 成为当时最火的偶像派 可后来的黄晓明却成了实力派 他拿过九个影帝奖杯 一部中国合伙人让他横扫内地三大奖 一举拿下荆棘百花花表的影帝 可惜后来的他膨胀了 在各种烂剧里打转 时不时给观众惊吓 可自从黄晓明和卑鄙官宣离婚后 黄晓明的风评逐渐好转 口碑也渐渐回升 这都跟他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在经历了全网群潮后 黄晓明展现了自己的另一个优点 就是听劝 从那之后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做客直播间的时候 他会把镜头让给主播 理由是大家不喜欢看我 他会在过年的时候挨个给员工发红包 拜年问好 他会在演戏时放下偶像包袱 仿佛一个新人一样从头开始 哪怕是演网剧也认认真真 曾经的黄晓明接戏接到手软 如今却反过来去求人家 求人的滋味不好受 黄晓明一度差点抑郁 可这些他都挺过来了 大家说他游 他就努力健身塑形 大家说他演技烂 他就仔细选择剧本 不看班底 只看角色吸不吸引人 在电视剧上 他靠着并编不是海棠红成功俱游 紧接着又在电影上发力 选择了近些年佳作评出的悬疑题材 在戴假发的人里扮演夜班司机 又在最后的真相出演被行业封杀的律师 过去的黄晓明沉溺于辉煌的成绩 如今的黄晓明却退去浮躁 找回初心 如今想来 当初那场对黄晓明的群潮 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那些话就像是一把把刀子 彻底将黄晓明重塑 逼着他继续往前跑 我们也期待着 曾经给无数人带来感动的黄晓明 能接着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